大家好,欢迎收听地产詹哥老实说 我是詹哥 本集节目由信义房屋赞助播出 去年台积电宣布要在高雄设厂 那个时候就造成房价的一飞冲天 那前几天我跟一个建商的老板在讨论说 为什么台积电进驻高雄会造成房价的飙涨 他认为就是我们撇除掉成本 或者是土地价格的原因 我们来分析一下 他认为是说 第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因为落后补涨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买盘的涌入 那我真的很好奇 台积电真的是房价的万灵单吗 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 对高雄市场颇有研究的专家 来帮我们解析高雄的房地产市场 跟台积电之间的关联 我们欢迎东森房屋加盟总部 师御书副理 欢迎御书 我是东森房屋的御书 好欢迎御书 其实台积电他从去年开始 就一直有一个风波 就是就有一个声音是说 他要进驻高雄跟不进驻高雄 然后大家就猜半天 然后最后开讲是会进驻高雄 那御书你自己观察 在台积电宣布要进驻高雄之后 真正高雄因为台积电受益 房价不论是房价或是交易量 有受益的区块大概再拿几个行政区 比较明显 好 那因为这个问题 其实我个人自己在分析 大概就是有三个区块会比较主要的影响 是 那其实说如果以高雄新市镇 他这些来发展 这十年来 所以认为第一个是高雄新市镇 我认为应该是新市镇 因为他从他这部分来发展 虽然政府有建设公共设施之类的 那其实连带关系 我会觉得是像南指 桥头左营 其实这三区算是比较 收益比较大的区块 这三区收益都很大 对对对 那为什么这么说 是因为像左营的本身来讲 他已经有三铁公购的左营站了 那交通变运性是一定都会有 那生活机能也是已经都成型了 那加上他有一些交通快速道路 或者是说之前前一两年 左营他在一些土地上 树地上 建商当然他有这个机会 他一定会去取得 一些像我要新建案的进驻 那所以连带关系 再加上我们的人口进驻关系 所以会将新建案整个房价会拉高 因为现在的新建案来讲 营造成本 以及土地的购物 那个取得的成本都不断的在上涨 所以他的价格其实都会反映 直接反映在新建案上 那连带关系 中古屋周遭 也会房价会跟着有所反映 对 那其中呢 我个人会觉得像男子 因为男子为什么会说是一级占区 特别提到这一块 是因为所谓的一级占区一定都是 像我们自己本身业务在外面 在从业的时候 一级占区就是竞争力很够 那他一定是便利性或者是各方面产品 地段 他一定是最优先的一个区块 那如果以男子来讲 因为现在台积电要进驻在男子 因为他就是在男子 所以他就是一级占区 对所以以往来说男子可能在高雄的市民上 他认定是一个工业区 那价格也从以前的14 15万 大概是这个数字在徘徊 那自从去年6月台积电有这个消息传出之后 其实男子的房价就直接飙升了 对 对啊 所以价跟量就直直往上冲 我有听那个投资客讲说 等于是说就是台积电宣布 就是开记者会宣布的那一天开始 就是真的预售案马上往上调 对啊 对对 往上调不知道好几番去了 所以其实那时候开始就有很多的投资客 开始抛售手上的案件 所以在那一夕之间很多人就是 是啊 所以依照这种状况来讲 你看台积电已经进驻在男子的话 他目前他的价格跟量都会持续往上升 但是一直到目前 他因为男子的遗转动数 已经慢慢的在驱缓当中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 可能我们要值得去再去做平衡观察 所以你是说从去年开始 Eat冲天之后 今年开始已经陷入比较平缓的状态 对已经有比较回复到正常的一个数字 大家冷静下来 对对对对 那除了左营跟男子还有哪 你之前提到还有桥头吗 对桥头我觉得也是 大家可以去关切的一个区块 因为台积电的设厂 那基本上他就已经间接的影响到左营了 那左营的本身他自己的环境三田勾勾 他本身就便利性生活机能就不在话下 对 那因为桥头他在男子的北边 对 那左营在南边 所以他会有地缘之变嘛 他会有地利之变 因为互相方便嘛 再加上一级战区男子的关系 所以这三个区块会互相成为一个比较受益的区块 金三角 对 所以桥头的部分其实在很久以前 他已经就是高雄市就已经在发展桥头的新市镇嘛 算是他叫做高雄新市镇 所以这个区块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因为其实如果说是以新市镇发展啊 因为我们刚刚有聊到说 因为政府都有在建设公共设施嘛 跟一些道路系统 那其实在人口的进驻上 他这一个部分没有预期的多 那一直大概来到2019年年底左右这个时间呢 那因为行政院这边有核定一个桥头的科学筹备的计划 是 这个科学区嘛 那预计会释出大概一万一千名的就业机会 是 那所以桥头就开始有这个起飞的状况发生了 对 因为我还记得多年前我有去过桥头那边 就是有新案开始要动土啊什么的 然后现在其实这几年开始陆续交屋 然后其实他的房子也开始慢慢长出来了 那个区块的人也开始慢慢进入 对啊 其实这个情况应该也不是只有说像桥头啊 还是怎样 像当初可能左营也是这样的状况 它还是慢慢都起来 对啊 一直延伤到现在 你看各个区块其实收益都还蛮大的 对啊 那这样讲就是除了刚刚讲的就是一些区域的发展啊 什么之外 我觉得比较直接的应该就是我们来看看房价好了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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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几个区块左营桥头跟男子 他的房价的变化在台积电宣布要进驻的前跟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应该是说如果我们从我们先看桥头好了 如果用桥头来看的话我们从我们就先看大楼这个部分 其实桥头他这一个均价一个成交量来上面来讲的话 大概2020年左右 他的均价大概是16万上下 但是去年台积电宣布之后 他从下半年开始就开始一步往上升 对然后一直到去年的年底 他的均价已经来到23万了 哇塞那等于一年就一瓶涨了7万了 对啊对啊 而且依照目前最新3月的实价登录 他的均价已经26万了 那涨10万了 对 所以等于是说 对啊2020 我只是要买一个30平房子的人 对啊 然后如果2020年我没有买 那等于是说 现在我要买要多拿出300万 嗯 可以这么说 好可怕 所以他房价就是每个月逐年 或者是一季半季 他一直在浮动 那其实不是只有桥头是这样 左营的部分呢 其实也都是一样 那2020年的时候 他也大概在平均落在20 21 也可能是在这个范围 但是也是因为去年宣布之后 嗯 他也是一路标啊 嗯 那甚至已经标到说现在到去年年底 嗯 我们根据数字的统计啊 已经来到27万了 27万 对 那今年的时灯观察呢 他目前的步调是有比较趋缓的一点 嗯 大概已经来到大概2325之间 嗯 就没有之前那一路攀升那么的速度那么猛烈 嗯 对啊对啊 那再来就是男子的部分 嗯 他20年的时候也大概是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男子就是像那以前就是工业区嘛 嗯 14 15 嗯 那20年的时候也大概在15万上下 嗯 那去年也因为台积电宣布之后 他均价也已经到年底的时候已经22万 22 嗯 对 那但是他跟左营一样 大概步调都有比较趋缓 趋缓 对 现在来看年初大概的话应该是在23万上下 23万 对啊 其实我们这样子看他的价格的变化感觉好像 哎 桥头他就是大概一两年之间一坪涨了10万 可是其他的可能又还没有突破10万 嗯 那最主要原因是不是因为其实桥头算是新房子居多 所以新房子的价格会比较容易出现比较大大幅度的跳跃 那可能左营跟男子的部分还是以中古屋交易为主嘛 所以如果说真的是嗯 这个这波热潮比较过了之后大家去比较冷静 然后再加上第一季可能又是呃比较 我们说第一季通常会是交屋的胆季嘛 嗯 所以他的价格没有那么夸张 对啊 嗯 因为其实我们如果说单从区块啊房价这些数字来评估的话 嗯 因为其实像新建案来讲 他本身他现在已经就是因为营造成本 嗯 或者是土地成本的取得 嗯 这个价格其实都会直接反映在房价上 尤其是新建案的房子 嗯 那也因为这样子中古屋的附近的周遭行情会被带动 嗯 但是这一波热潮过后其实有很多民众或者是甚至买自住客啊 嗯 他会冷静下来之后我们可以去了解到说 其实 很多可能会因为有房地合一税的问题 嗯 那或者是说也有观望族的沿用 嗯 他就会来观察说哎 到底这个房价的动向 那我们现在的刚性需求 嗯 我们可能要找什么样的房子 所以就渐渐会有一些移转动数或者是房价 他渐渐会布掉就缓和了 缓和下来 对对对 所以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所谓的买方的部分啊 那你自己观察就是像比如说去年台积电宣布的前跟后一直到现在 现在市场上会在这三个所谓的金三角受益区买房的人大概是什么样的人比较多 其实应该应该是说去年这整个环境大影响来讲哦 还是都会以投资客为大宗啊 哦就是政府喊打的投资客 对因为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哦 因为投资客大家都会计算 嗯 买方制住客也大家都会计算嘛 对 可是有时候比的就是谁比较快 嗯 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性 嗯 那尤其又是台积电他一宣布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当然投资客就是会一窝蜂的就进驻了 嗯 对啊 而且台积电之前也说一八年底的时候就有在传嘛 嗯 可能会选高雄的哪里哪里 可是当时台积电并没有 正面的说一定会在哪里 对 但是后来才发生嘛 嗯 那去年也因为那个中科的问题 嗯 六月开始就传输说要在高雄 嗯 那当时也不是很积极的去推桥头附近的建案之类的 所以第一批进场的投资客大概都是在那个时间点 嗯 对 那真正有获利有空间的 也大概都是那一批进场的客户 嗯 嗯 对啊 就是一开始就听到风声的人 嗯 对对对 嗯 那现在呢 以整个状况来讲 因为现在 我们看说他现在的房价啊 然后移转动作什么各方面可能开始趋缓了嘛 对对 那其实呢 还是要回归到我们本身的自助买房这一这一块 嗯 但是对于前面已经有投资客进场的状况之下 嗯 那价格已经到了一个程度 被跌高了 对啊 已经到因为之前成交就这么 价格可能就这么高了 嗯 那现在回归到自助买房 他也会因为价格已经跌在那边了 嗯 那再加上土地成本 我们之前有聊到说那个土地成本高啊 营造成本都高啊 嗯 那现在的新建案都已经来到三次头左右了 嗯 所以依照现在状况 投资客在新建案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空间 嗯 所以他们会转往中古屋 也是正常的现象 而且是这个现象会一直在发生 嗯 对 那针对自助买盘 这个部分呢 手购族 也当然是有啦 因为前期负担的 价格啊 还是各方面可能会稍微比较低 再加上后面台西店 他可能他的一个连锁反应 嗯 有半途体产业链的业者啊 可能也会跟着进驻 嗯 那其实不管是转手 还是说将来自己住 还是之类的 嗯 都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在 哦 所以简单来讲 你认为现在 那个新建案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获利空间了 所以大部分的买盘 他现在是转往中古屋 那中古屋因为他的价格 还没有被堆叠的那么高 所以未来等到新 就是新厂进驻之后 他可能还会有一波咯 对 可能还是会有 嗯哼哼 好 那你你自己实际上 就是接触高雄的买方啊 或者是来看房子的人 他们对于台积电设厂 到底是欢迎还是不欢迎 还是他们认为真的太贵了 连他们自己都买不起 其实这个反应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蛮妙的 嗯 因为当然台积电的设厂 其实能够带动产业 跟房价上涨 就是真正高雄前进来 你知道 对 其实对当地来讲 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发展 嗯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很妙 就是一般来说 在地的一些年轻的族群 嗯 或者是那个在地的一些客户啊 其实他们对于这样的房价上涨 对于购物上来讲 是比较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价格 嗯 因为毕竟价格一直在翻倍 对就像刚刚讲的买30瓶 晚两年就要多拿300万 对那有些客户像 因为坦白说我客户也有在台北的 嗯 台北房价太高 嗯 那也会有往外溢出的状况 嗯 那可是问题是为什么造成这样的现况 是因为很多人都对于说 哎 我在地的房价上涨是一件好事 嗯 但是我实际上我自己要去买这样的房子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负担 对 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价格 对 所以两年前可能可以买的房子 可能会因为哎 我观望一下 结果 更买不起 对 结果翻倍了 我更买不起 嗯 那结果变成说可能因为我的一些 个人的刚性需求 嗯 我可能 呃 有小孩了 我可能要换大房子了 嗯 我就变成说 我要嘛就 咬紧牙关 我就 嗯 冷痛 就是痛苦一点买 要不然就是我要去更远的地方 嗯 对 就会有这种状况 嗯 是 所以现在的民众他就可能比如说像刚刚提到那个所谓的受益区 他可能就会再往往外迁移到就是受益区之外 比较蛋白或是房价相对比较低的地方去 嗯 那你认为就是台积电队在地的房市到底是利多呢 还是是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像刚刚也有也有提到说 其实像今年上半年就是已经出现他的交易或者是他房价比较趋缓的状况了 所以如果说也有人会形容说哎这个状况是不是利多出境 那你认为这个后市大概会是怎么样 我觉得前期一定是利多了 嗯 因为他整体影响上带动了整个房市的价根量 嗯 那之后可能会开始有慢慢有变化 嗯 尤其是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那个新建案都因为 因为受土地的成本跟营造的成本的 他会转往第二地方去买嘛 对 那连带关系中古屋的行情也不会太差 嗯 他也是会在上涨的一个状况之中 他就可能是转往刚刚讲是蛋白区 或者是转往价钱比较好入手的中古屋 对啊 所以我觉得未来可以再持续观察 中古屋他市场的一个转移的这个状况 可以再慢慢来做一个观察 是是是 那比如说我现在我是一个现在想要买房的民众的在地人 然后我想说我如果也想要沾一点台积电的光 然后现在买房子 你认为你要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就是他怎样可以买到比较高CP值的 或者是这个时候你根本不建议他进场 我会建议除非是刚性需求 那如果以我们投资客我们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 现在时机是有比较晚了一点 太晚了 对已经有比较晚了 那如果说台积电进驻完工也要一段时间啊 那如果你在这个时间你用投资角度去进场的话 中间如果你这个房子空在那边 你也是要缴房贷也是要缴练习嘛 那你又没有办法出租 那等于你每个月都在支出嘛 那所以说我会建议说如果是刚性需求的话 就是我一定要有房子 我一定要因为某种原因我一定要买 这个部分呢我会觉得买的话可以自己住嘛 那到时候可能因为效益还是怎么样 再来评估说是不是转卖之类的 我会觉得这样效益会比较高一点 就是进可攻退可守 对对对对 那简单来说就是投资不建议 但是如果自助可以观望 对自助可以 对做个功课出手这样 今天我们聊了台积电到高雄之后 直接受益的金三角三区 那也谢谢玉书帮我们分析了这三区 到底值不值得投资 或者是自助客应该怎么样买房 谢谢玉书 谢谢 以上节目由信义房屋赞助播出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